星星吻 星星吻 他們說其實 他們研究了一下爆炸的點 其實是他們昨天去拜四面佛 買花跟買香的談文 對 所以他們覺得 真的還滿可怕的 他們說那真的太恐怖了 都是救護車 很像用飛的飛門要去救人這樣 爆炸發生時 一家人都在旁邊的 購物商場裡面 原本要到四面佛 附近的餐廳用餐 因為買衣服拖了一點時間 索性才躲過這場爆炸 但回去的路上 人看到許多救護車來救援 王倫甫一家也立刻回飯店 不敢再出門 一家人預計18號晚間返台 而在泰國旅行的藝人 還有李玉芬 小雷以及王思平 在哪裡 現在 爆炸消息一出 也讓人十分擔心三人的安危 王思平立刻用直播叫大家放心 回飯店了 因為剛才聽到曼谷大爆炸 真的太恐怕了 同樣在臉書報平安的 還有LuLu跟王心凌 LuLu表示自己 就住在爆炸附近的飯店 看到那裡變成這樣 很難過也很震驚 人已經離開 現在平安無事 王心凌跟姚元昊 也在周日就已經離開曼谷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在前一天就已經回來了 他們有一群朋友一起去 這回泰國大爆炸 很多台灣的藝人 前前後後剛好就在曼谷 最驚險的就是王仁甫夫妻 差一點就沒躲過 真是驚險一瞬間 記者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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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